各位好我是Magic Sterling 接下來要為各位演示一段GTA5中 單人過桃獄緊急騷動的貨船部分 首先你需要一台機車 讓你可以快速的抵達地點 但是要注意行駛不要路上就撞壁自殺 當然跑車也是可以 只要你比你的隊友還要快就行 這邊我用的是獅金百鳥 本身就有不錯的加速 搭配Control可以達到最快的加速 路上的操控部分就憑玩家的手感 這邊就不方便多說 基本上單過貨船蠻簡單的 1.不要有竹隊友 2.自己的控車技術要好 3.路線的熟悉 基本上有這三樣的話 條件達成就很輕鬆 接下來讓我們一邊多風一邊騎到港口吧 好的現在快接近港口了 大部分都是踩骷髏馬正攻法 是我一台機車怎麼正攻對吧 自攻還比較快 這邊要教大家的是三殺偷車法 首先我們可以看到前方有吊貨櫃的吊壁 左邊第一個後端有樓梯爬上去 如果這時候你的廢物隊友到了 看看他是否跟著你爬樓梯 如果沒有千萬不要等他 因為他打算採取正攻法 是他開槍你還在爬樓梯 那你就會變成爬樓梯的靶子 真哭斷樓梯入場啊 邊爬邊看看左下方地圖看你的隊友到哪邊 如果我還沒到 恭喜你一個人多風 要是到了你要有再一個智障的準備 爬到頂的時候 射死前面正在跟女朋友講手機的傢伙 嗯...也有可能是男朋友 我不知道 你接著去拿降落傘 如果你先前在自由模式已經買過就不用了 是你跳過失敗接關還是要拿 所以我們用瞄準模式讓自己緩步移動殺人 注意不要嚇到一半掉下去 殺完就可以大跳大海 著陸後把手打掉就可以適應十號 偷車的部分就到此為止 如果還有興趣往下看 分享一個我覺得最快的路線 上車之後如果有副駕 告訴他 無論如何 千萬別開槍 開槍之後會引來警察 會讓路線更好 不只要躲港口追殺組 還要躲警察 很多人因為這樣就死在路邊 這邊要注意的是 左轉走一字彎道 只好大家都喜歡走右邊衝撞那三個傻逼 可是萬一你被射死了 剛好在你反射手腦 那你就等著被隊友罵 所以我習慣走左邊一字 確保守備的安全 這邊就沒什麼 開 第一個紅衣燈不甩 要注意不要撞車喔 不然後面的紅點會七一放過 他們可不是吃素的 這邊減速走小到 撞開鐵皮 撞開 看到前面指甲往前跑 要注意右前方地上旋轉 緊接著 沿著撞開 拿出你紅燈 這隻種 叫也叫不停的氣勢 嘎吹勒 這邊你走上走下都可以 也是十分走上 但是要小心有紅綠燈三寶 免得撞車送頭就GG 路線一律靠右行程 如果有車就撞他 好像是拖拉庫也叫龍 注意自己的Casco不要被撞顛倒了 容易被射死 爆炸失敗 沒錯 我們的蘭帕Casco是 顛倒直接爆炸的唷 通常你的副駕這邊路上 就會緊張幫你開槍 但是這樣只會讓路上三寶更緊張 記得跟他說 別開槍啊 你個傻便 前面我們可以看到 有鐵路往右邊延伸 那就是我們的目標 右轉上草皮 拆上前路 通常到這邊 你的追兵 就只會在道路上走他們的陽關道 但是要是你的智障副駕前面有開槍 你就得要多一道 鎖警察的手續 所以你的駕車技術夠好 就要叫你的傻逼副駕不要開槍 如果你要是路上撞車就被射死 你可能會被罵回氣 這邊鐵路一路順風 但是要注意前方有時會火車 會迎面而來 小心閃過了就可以 只要沿著右邊的鐵路 就可以一路輕鬆 一路開心 接下來就比較沒什麼 一樣讓你們都封吧 這邊可以看小地圖 有個小數字 如果你的智障副駕有引到警察 會在附近封閉 前面就是我們要左轉的地方 要注意喔 小心點回到路上 接下來就輸出輸出 以上 單人過後傳 我們會在附近當地圖 不過他要比我更快的方速 而且他會很激發 你會不會太激發 不停嗎 那邊不停 我會不會太激發 快點到處 你會不會太激發 快點到處